罗东正公所庆祝儿童节除了表扬镇内的模范儿童之外 今年也发送图书礼券给全镇各国小还有公司力的幼儿园学童当作儿童节礼物 幼儿园的小朋友带来异国风情的舞蹈 提前为在罗东展演厅所举办的103年模范儿童表扬大会暖身 而罗东正公所今年总计表扬镇内265位的模范儿童 包括五间国小以及正立幼儿园 我们也是江南社会的中间分子 我们希望从小把他栽培好 把教育好 让他长大以后能够替国家社会奉献付出 所以今天我们表扬模范儿童的意义 所以让我们这些小朋友都能够健康活泼快乐 另外公所今年也以图书礼券来当成儿童节礼物 发送给全正各国小以及公私立的幼儿园学童 而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图书礼券比较好 可以自己选择想买的书以及文具 儿童节礼物我们正公所每一位小朋友 我们五所国小的小朋友都有 还有私立的小朋友也有 还有我们正立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有 还有我们这些特教班的小朋友都有 所以今年总共有七千多份 我们希望小朋友收到了礼物以后都非常的高兴 因为我们重视儿童 更快乐地成长认真的学习 就很开心可以拿到这个儿童节礼物 你原本期待收到什么样的礼物 应该就是礼券吧 因为可以自己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 那你想买什么 应该是买文具吧或者是书 自己心里想要的 是 怎么说 又可以拿去买文具或书 我很高兴可以拿到这个礼券 然后我也希望可以拿到那个跳舌 然后可以开心的运动 证公所透过表扬模范儿童的活动 来激励学生一起学习 希望他们未来都可以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才 伊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播的 儿童节快乐 耶